《瓦覽研究》 文哲宗 《瓦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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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利 你好 Kembo 你好 今天我請你參與法 這個世界上很需要佛法 所以解釋佛法 謝謝Kembo 謝謝Kembo 各位 你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于台湾的王莉 我的英文名字叫Sherry S-H-R-I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学佛的一个过程 在我小的时候 我是来自于一个 中国老古版的家庭 我爸爸很严格的教育我们 那时候我就在想说 到底什么是快乐 因为我常常都觉得很不快乐 然后我就觉得自由就是快乐 到了我读大学的时候 因为我考到一个中部的学校 我终于可以离开家庭 然后离开我的父亲 很严格的父亲 然后我觉得我有自由的新生活 我应该非常快乐 可是呢 在这样的生活 我只得到了短暂的快乐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还是觉得我不快乐 我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后来我再想说 可能我需要一段 轰轰烈烈的爱情吧 可能爱情会给我快乐 然后之后呢 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 然后他非常的爱我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很幸福 后来也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 然后呢 嗯 后来也有两个很可爱的小孩 可是我还是觉得不快乐 我又想问你到底出在哪里 是不是金钱能够使我快乐 因为我们那时候并不是很富裕 后来我就开始专注在我的事业上 然后呢 努力的工作 然后我们赚了很多钱 买了房子 也买了车子 然后我们基本的生活上面 已经完全得到了满足 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不快乐 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然后因为那时候 我在做事业的过程当中 认识了一些佛教徒 开始我就开始切除佛法 那真正触动我去学习佛法呢 是在921 就是台湾发生921大地震 那时候电视上面每天播放很多很多苦难的那个镜头 我看到那么多人碰到了痛苦 然后我自己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 可是我还不快乐 我心里面想说我一定要好好的帮助他们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 就有一位师姐带我去学佛 从此以后我走入了这个学佛的这个道路 但是当我发现我真正要去帮助众生的时候 因为我心里面还有很多烦恼 然后有的时候我在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 反而有的时候呢 用我的烦恼去伤害了对方 甚至令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快乐 然后我就需要 我就发愿说要好好的学习佛法 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遇到了生命当中的我的导师 就是Kambo Chikang的妾 他告诉我了真正的佛法 什么是快乐 他告诉我说 让我痛苦的原因呢 就是我的不好的思想 还有不好的业力 因此我就去观照我的内心 看看到底我的内心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我的上司又跟我说 我们要学习五种好的思想 就是出离心 悲心 信心 慈心 他也希望我们把佛法真正用在生活上 然后在上司给我们教导的过程当中呢 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增加我们的自信心 他说因为成就佛果的是你自己 所以你要相信你自己 那怎么样相信你自己呢 上司也给我们很好的方法 他希望我们去回忆 在过去的生命当中 我们曾经做好的事情 然后不断的去回忆意识 然后呢 产生对自己的一个感恩 然后对众生还有诸佛菩萨的一个承诺 然后发愿呢 还是继续要做这样的好的事情 然后上司又告诉我们很多很好的方法 总而言之呢 我们要怎么样产生感恩心呢 除了从自己的自信以外 上司还告诉我们要常去随喜 很多诸佛菩萨还有圣者 还有全世界一些伟大的圣人 他们所做的事情 像德勒萨修女啊 圣言法师啊 这些大成就者 很多很多的上司成就者 不断的去意识他们的功德 然后产生感恩跟随喜的心 然后呢 并且呢 不断的为他们祝福 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增加了自己的自信 然后慢慢的也把佛法呢 带入了生活当中的修行 然后平常啊 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有一个好的动机 你的心里面常常意识着佛法 你要减少你的恶思想恶业 你要增加你的善思想善业 当你有这样的动机心 去工作的时候 去面对生活当中的人事物的时候 其实你的生活呢 就完全在佛法当中 不管你做的是什么工作 你就是在行菩萨道 你就是在发菩提心 当你不断的这样子意识之后呢 又会产生良好的动机 你的身跟雨呢 会再去支持你的内心的动机 让你的动机心更强 然后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让你所有生活当中的工作 都变成一种善业 那你所遇到的任何人事物呢 都成为你修行的一个工具 甚至上师告诉我们最好的方法 连你的呼吸都可以利益众生 当你吸气的时候 可以吸进诸佛菩萨的祝福 还有所有诸佛菩萨的加持 然后呢 经过你内心的慈悲跟爱的转化 然后呼出祝福 将这个气息呢 散放给整个宇宙 呼出给一切 世界的众生去祝福他们 祝愿他们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的好思想跟坏思想 不是只有影响我们自己而已 我们的好思想 还有我们的好的行为 我们的善业 是我们自己快乐的因 是一切众生快乐的缘 我们不好的思想 我们不好的行为 是我自己痛苦的因 也是一切友情众生痛苦的缘 因此我们在这个宇宙当中的任何一份子 你们都有责任 也都有力量 也都有能力 去散发你们好的思想 只要你具有好的思想 你就是我们在佛法道上很好的友伴 我也非常祝愿各位 你们大家每天增加你们好的思想 让我们的世界 让我们的宇宙更美好 让我们的人生更丰富 让我们的世界更开心更喜悦 我希望 我相信每一个人 都希望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 这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世界和平 与世界大同 所以亲爱的朋友 不论你在哪一个角落 也不论你有没有看到这一段影片 我永远深深的为你祝福 希望你有好的思想 你有好的行为 你有快乐幸福美丽的人生 你可以得到究竟真正的快乐 就是达到成佛的一个目标 我深深的祝愿每一个众生 都能够成就佛果 希望我跟你们一起成就佛果 哦 说得非常好 你这个 以后都一定要叫佛道 是的 叫佛道 这个世界上很需要佛法 所以你们都一定要叫佛道 好 谢谢朋友 谢谢 谢谢 中文字幕——YK